十一月份台北花博就要登場了 不過民進黨台北市議員 卻在最近不斷地接到居民陳情 抱怨說為了花博 不只是路被圍 公園也被封 讓他們的生活品質 未蒙其力 先受其害 更離譜的是 市議員還爆料說 豪市府連市障人士專用的 有聲交通號制要不要裝 這考量也是花博 只要是花博熱區 才會優先裝設 有聲音批別該走該停 這協助市商朋友過馬路的有聲交通號制 北市府設置原則 竟然以是不是花博熱區為優先考量 你怎麼錢都拿去做花博 報告議員 花博真的有那麼重要嗎 已經給台北市政府一百億的預算 結果你把這個有關 弱勢朋友用入權益的這樣子的錢 拿去做花博熱區的裝點 我這邊跟議員報告 跟花博沒有任何的關係 沒有設在花博 儘管北市府官員不承認 但是內部匯報白紙黑字 寫得清清楚楚 而且就連實際裝設數量來看 市障人口最多的文山區 沒有裝半支 而花博熱區中山和大同 卻分別裝了六支和十四支 是很荒謬 為了花博什麼都可以扭曲 新設的有聲號制 就是為了服務弱勢的路人跟市障朋友 結果優先設置的範圍是 為了花博搞出荒謬事件的可布置這一樁 在北美館看完了展覽過個地下道 咦 怎麼沒路可走啦 市公當然是這樣嘛 你們一開始搞不清楚狀況吧 就是不太知道怎麼走這樣 我們很倒楣欸 我們的公園被你們圍起來 做成了花博 我們的馬路也是這樣活活生生被你們圍起來 也是說要作為花博 我們的整個中山大紅區被你們圍起來 已經變成大工地長達一年 還有屆時花博開幕 駕人潮大約是四萬到十萬 附近居民回家停車恐怕也是一位難求 首當其衝衝擊到的是中山大紅區的居民 根本沒有停車位可以停了 你現在一下子取消掉了 1013格取先都掉了 剩下426有500多格格位不見了 好可憐好可憐好可憐 那這個是變相的財富剝削 花了上百億的花博惹出一堆民怨 憑觀光效益同時 好市長是不是也該重視一下居民的心聲呢 明日新聞廠商黃信如海北報導